秋天是鳥類遷洗的季節 美國一個雷達站捕捉了一大群的候鳥 在安省集體飛過的痕跡 看上去像一個donut 唐經蘭說 天氣逐漸轉涼 幾百萬隻候鳥也開始隨著季節變化向南遷洗 美國一個雷達近日在安省long point上空 捕捉到這張網絡像是一個donut的照片 鳥類專家說 這是由多達50萬隻鳥類形成的奇觀 long point擁有全球最大的淡水沙咀沙灘 有著一大片濕地 成為北美候鳥每年棲息的重要地方 學者說 這群被雷達捕捉到的候鳥 大多數都是來自安省南部甚至更加遠 他們晚間在long point集合後 在日落時分一起離開向南移動